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看2019SL秋季赛 沙友请锁定三国沙三大官方直播渠道 斗鱼直播 虎牙直播 以及B站直播 或登陆赛事官网king.三国沙.com 高清直播赛后视频最新内容一网打尽 玩三国沙盘周边 登陆三国沙周边微信商城小程序 众多精美武将周边皮肤 通通带回家 桌游至旗舰店 精美桌游 周周特价 淘宝搜索店铺名称进入 更多惊喜 等待着你 三国沙烙闲闲话 首沙社区三国闲话小程序 邀请您来吐槽 赏攻略 白嫖招募令 玩传精品桌游 掌握一手资讯 就上桌游圈下载桌游圈APP 即刻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鲜桌游内容 惠天下英豪揽最强赛事 看王者之战SL赛事 请关注三国沙电竞微信公众号 提醒各位沙友 我们将在今年12月份迎来王者之战的年度总决赛以及SL秋季赛的决赛 各位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会有最新的消息 时时会放出 上违评会搜索SWACE好梦小Q频 让你晚上睡得更安宁 好梦小Q频助力SL选手赛出高水平 好 我们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现在是第六轮 也就是说目前只剩下最后两轮的比赛 而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是进行了一个预测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积分榜的实时情况 老司机依然是没有任何瑕疵 是四胜一平是积13分 是遥遥领先一记绝尘 而今天这个比赛是我们首轮第一场比赛是纵横和盗墓比记的比赛 而纵横现在是排名倒数第一 也就是联赛副班长的水平 他只有一胜 一平三副积4分 而盗墓比记是排名第五 他的战绩同样是不容乐观 他胜场和纵横是一样 但是他因为有多两次平的比赛 所以他现在比纵横是高出2分 而现在透过榜首看到在第二名和第三名游领和纵横 游领和坟秦 他们分别都是积7分 而且胜场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今天这轮直接的正面交对决也是可以决定我们在第七轮之前双方一个相互的名字 而第四名这边给到的是我们在常规赛之后 常规赛之后 季后赛的一个赛程表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单败淘汰赛制是九局五胜 而四五六七名是要在第一轮直接进行一个正面对话 胜利的人分别是可以对上三名和第二名 而他们带定的席位的胜利的队伍是可以进行一轮直接对话 在最后决赛 也就是我们在线下的比赛会和常规赛的第一名争夺我们今年的冠军 而如果在最后两轮老司机没有说能够出现特别大掉链子的情况 他能够拿下哪怕只有一分 他也是可以直接锁定我们常规赛第一名带定TPD的席位 今天我们要对上的两边队伍分别是纵横 他们的首发选手是有独猎 鸦片 清新 古约 佳琪 还有小柯 上周的比赛在TOP环节也是小柯的一手神吕布 是打出了非常亮眼的操作 他们的焦点选手数据独猎是有13次击杀 胜率是在54.2% 而独猎在今年的SL的比赛中可能是状态的起伏 导致他的表现不是特别让选手让观众去满意 而另一侧我们看到的是盗墓笔记 盗墓笔记这边同样是可以看到有贾巴尔 白马 黎歌笑 以及默歌 还有轩元 而今天这个轩元是最近几轮比赛是也有非常亮眼的操作 完全不像是一个新人所表现出来的水准 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在今天的比赛中轩元能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现 这边焦点选手的数据给到了黎歌笑 这边擅长武将是区域 刘烟 还有王元基 当然我们的王妈可能在最后的两轮也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可能去上场了 那这个只要一看到王元基这个班位就少了一个 那我们在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比赛是由纵横对阵盗墓笔记 我们可以在积分榜的上面有个很明显的看到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队伍两个队伍的排名都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目前来说纵横希望能够得到的是在最后两轮取得胜利 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而刘烟笔记则是希望在最后两轮能够拿到更多的分 能够让自己的名次稍微的往前爬一爬 争取在季后赛的比赛当中能够少打一轮或者少打两轮 所以今天的比赛在双方都不容有失的情况下 一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天的首发排名 马上就会在大屏幕上有所显示 今天首发其实我觉得古月大佬应该是不会在今天会有一个出场 他也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事物比较繁忙 所以在今年的SCL的秋季赛里面一般都是不会有特别的出场 所以当古月大佬要出场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赛前都是会有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和新闻去发布的 而可能在纵横在最后两轮能够如果说拿到两场的胜利 拿到六个积分或者是拿到一胜一瓶拿到四分 那他们基本上可以保着去进季后赛 但是他们的名字不会特别靠前 所以他们的轮次要从季后赛的第一轮开始打起 他要比老司机这样的一二名的之前的队伍要多打好几轮 好这边比赛已经开始 今天首发上场的纵横是独炼和佳琪 纵横这边刀目笔记这边是引火和轩辕 进入第一场的BP画面 这边可以看到刚刚说到的王源姬王妈也是直接被画上了一个小圈圈 那这边王源姬和刘烟进入了一个斑屁的位置 那这边可以看到其实能用的组合的将不是特别的多 像界点尾这样的比较吃自己体力的武将选出来 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打 那琴蜜一定是会被选择 在另一边的选将池里面反而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像上一轮出场的刘烟以及这边的王平张辽诸葛克 都是有很多种的选择 再不计上一个徐氏去打一个过牌也是可以的 包括徐氏和刘烟也是我们在第五轮常规赛的比赛当中 胜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几个武将 多快好省极差极用的界章辽是直接给亮了一手 郭佳能去配合的话 能配合郭佳的似乎好像只有寻优 但寻优如果要上场的话 14号位选一个寻优曹操不是会有更加好的效果吗 通过位置来判断的话 1号位肯定是不可能去上一个郭佳 那这边 鲜匠已经出来 4号位是郭佳 1号位是布智 2号位是借章辽 3号位是徐氏 那布智的棋手可以看到是有一张勒布私鼠 那这边选择去杀队友希望能去跟队友有一手过牌 同时这边郭佳给过来的一记牌布智是可以直接洪德给郭佳还一张过去 所以这一张杀以及一点体力的收银子三张牌 那这边可以看到一记是给出了一张诸葛连弩 但是目前来说布智手上是没有输出的牌 他只能通过自己挂装备然后去定判自己 但是目前布智只是两个同类别的 三个现在是三个同类别的 一张诸葛连弩 一张张巴射毛 一个朱雀鱼扇 所以他这边选择收回来是很亏的 他选择这边气点 这边又出了一张红桃6的勒布私鼠 就是两张勒布私鼠如果都能够在不添过的情况下 那对面这边相对来说是比较伤的 就说目前盗墓笔记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凶 他选择用布智去刷队友 然后过了一大堆的牌 那两张勒布私鼠一起贴上 然后应该装上杖八蛇毛 定判两次的机会已经用完了 所以目前来说他的杖八蛇毛挂上就没有其他操作 那如果既然选择勒的话 那这张过河拆桥就没必要去打出去 你选择下一轮去拆也是收益更高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勒布私鼠 冰凉顺段以及闪电 都是有一定的概率 所以你既然贴了 你就一定要有一个信念 他能够不被添过 但是这边张辽直接被判定了一张红桃 那这边选择发动突袭 偷到了一张沙和一张过河拆桥 所以这个25%的概率 其实怎么说也是这个游戏固有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那不可能每次都会添过 所以这边对于纵横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受一些 那国家手上还让勒布私鼠 这张拆如果去拆徐氏的话 会直接被国家给顶掉 那有毒条 所以选择去拆布置 选择直接打伤害 因为徐氏这边是可以通过问卦来判一个顶 所以只要红桃4的火砂 应该是会直接被扣到顶上去 那徐氏这个勒也不可能去命中 如果是拳手没有失误的情况下 那这边吴忠升有开出了一张寒冰剑和一张顺手牵羊 那可能这个勒就不会用问卦去给添过 那选择直接顺过来 要同时回敬给郭佳 贴到郭佳的脑门上 那郭佳这边手上的牌是有酒有桃有决斗 那这个如果勒勒中的话 还是蛮伤的 虽然说在我们的比赛服里面是可以留三张牌 但是现在郭佳这手牌打伤害 不管是回复还是打伤害都是很赚的 那这边杀了一道布置 布置直接闪避 取得问卦给到了徐氏一张距离寒冰剑 让徐氏也能打到布置 那毕竟现在纵横方面的战术要求就是先击杀布置 然后两个人再去围观这个国家 那布置顶上是一张寒冰剑 那是摸到了寒冰剑和一张嘉一马 又来了一手桃 链子承住那一把的杀 选择装备寒冰剑 上一刀布置 然后再问卦给控一个顶 让郭佳去没法添度 选择直接用寒冰剑下掉了杖八 那他们可能是觉得怕等会儿布置来一个非装备类 飞武器类的装备 然后就可以多次发动定判来进行过牌 所以这个操作相对来是稳的 毕竟徐氏和借张辽是属于打运营的武将 而郭佳这边是属于需要去队友配合打爆发的武将 那我这边先把你的距离下掉 给你一个隐患 让你这边没有办法选择一次性定判两张牌 来选择大的过牌 郭佳留了两九一桃 那这边 这边 定判一给到了国家 定判二 应该是选择会借刀杀人 借刀 但是大概率是会选择打出这张沙吧 他不可能去把这个寒冰剑给到布置去 那给到布置的话 那这边布置基本上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稳的 布置也是先把夹一键一马给下掉 然后借刀杀人选择虚实 杀借章了 借章了 是直接打出一张闪 那所以布置现在手牌仅剩一张五股封灯 那这个五股封灯肯定是不可能去开的 五股封灯 打脸了 那这边他选择强行 顶着一号位的位置去开五股封灯 那出现了三张装备和一张火沙 那你拿什么都是亏的呀 相比而言 你说你拿白银狮子 你可以去玩白银 但是你的定判已经用的只剩一次了 那这边白银狮子张辽是直接拿走 那给到了国家还剩一个人王盾 火沙打队友国家 拿这个杀肯定是想要去当队友国家了 然后国家这边又能一击给出两张 他应该会把装备 大部分装备移过去给到布置 那这边刷起拍来之后 这个机器虽然说没有下猴士这样刷牌比较猛 但是这个过牌也不容小觑了 这边顺手欠羊是拿到了一手黑鲨 人王盾装上 然后再给自己定判一次吗 其实布置和国家 也就是我们盗墓笔记这边打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 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和纵横去打运营不是特别好的办法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能有杀国家的机会一定不会放过 没有我们要创造机会 这边张辽是偷到一九一杀 而且还是个红的两张红杀 那面对没有牌的布置 先问挂一次 挂一次把红杀递了过去 然后选择直接怼上布置 可以看到郭家手上是有两张桃 而且他九也特别多 所以现在布置就是非常想轮次 再给我一次机会 像上天再戒500年 想多和郭家去配合两次 然后红德也能多发动两次 这边过牌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这边肯定在纵横方面一定是想着 我要率先击杀掉你的布置 让你这个刷牌机器动不起来 这边是有距离有红杀 直接怼上布置 布置受到一山海冰死求逃 郭家掏出一张红桃六的桃 那郭家手上的库存其实还是蛮多的 他还有九还有桃 那空了一个顶 这边郭家是有九杀决斗 可以打出大概三点伤害 但是白银狮子摆在这 所以这个九杀是没法去直接怼上张辽 但这个桃你说如果要吃的话也是比较伤 而不吃的话你也只能去扔掉 所以郭家这边只能自己把桃给吃掉 没有给布置留下一点多余的好牌 那这边冰凉寸断也中了 就布置目前来说他除了问卦和定判是一样的 其他的技能好像都不太行 这边定判 然后郭家收回装备受到点伤害 再去一击 那就是被冰凉寸断了 但是郭家这边还是能够通过定判受到伤害 发动一技给到布置两手牌 一张黑杀一张闪 选择杀郭家 那真的是把郭家用到极致了 每一轮至少要让郭家吃一到两点的伤害 就是还好得亏这些郭家是能够摸酒摸桃的 你要是像一般的欧洲郭家 那你摸的都是沙闪那就不好玩了 但是郭家目前来说他的存活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事情 你这边一旦闪被摸走了 被张辽给突袭走了 那你这边可能就没有任何能够抵御徐士攻击的防御牌了 那目前这边布置的定判还剩一次 手上这张顺 看应该选择去顺白银吧 从孙者生 但是从流者死 所以目前布置应该是想要去把伤害打足 选择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偷掉张辽 酒 选择喝了一口酒 因为酒留着也是要被偷走的 你毕竟只有体力 是当前体力值为一 一张黑桃的藤甲 那这边顺手牵羊是可以贴下去的 但是贴完之后就没有任何能够打补伤害的牌 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徐士是有一个陶 所以你即使把这个顺手牵羊 当做火弓的气质牌给打掉 也不是特别明智的选择 所以引火是求稳一手 选择没有上头 那直接是顺到了白银狮子 你回点血 我也回点血 那这边是偷到了一闪一羽沙 那但这个沙还是一个红沙 所以相对来说布置还是比较危险的 那不能排除说布置这一轮会突然死亡 过河拆桥 那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布置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那这边徐士的一刀是稳重的 所以盗墓笔记这边面临着 在刷牌机器没有之后 单锅加怎么样去能够翻盘 你现在来看纵横这边 张辽和徐士的状态相对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良好的 那国家手上虽然是有把刀 但是 击杀任何一个人都是天方夜谭了 国家是在队友战王之后摸了一手无中生友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打得更稳一点的话 独练是可以先问卦 把这张顶牌也给控一下 去对直接一张乐不思蜀控顶 然后判了一张徐士的问卦牌 这边国家又被乐中 所以基本上目前来说 以及这边已经是无力回天 那第一局的比赛是打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的 那不管是张聊还是布置 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方略 去进行一个针对 就是能够赢徐士方 就是纵横这边能够赢 大概率是他们武将相对来说的强度 以及布置这边没有去有一个很好的爆发 虽然每轮都能打国家两点血 但是你打出来都是桃和酒 所以你没有能够将自己的一记牌转化成伤害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是比较吃力的 所以面对三轮之后 徐士和张聊的过牌 所以他们是很难有一个起色 包括张聊每轮是两个顺手牵羊 能够直接偷你的牌 而徐士这边是两回合能够过上四张牌 所以这样的排差打出来之后 就急区需要布置和国家能够在配合中出一把弩 或者是很多的爆发性锦囊 那这边才能去有一个好的起色 总体而言在盗墓笔记选出这个阵容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知道 我这边一旦刷不出关键的K牌 那也就是比较枉然的事情 进入今天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同样是盗墓笔记的引火轩缘 那这边BP可以看到是刘峰 舅舅这个刘姓小孩 他最近几轮好像都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 神司马河区翼神吕布 那这边的匠面来说 你进流风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 那上一轮也是纵横的小科史上的这首神吕布 也是为这个武将去证明了 我不是一个咸鱼 看到这边流风和李如是被按在了班位上 而这边能够选择的武将有 神周瑜 借周瑜 神司马 神吕布 那其实这样的配合都不是特别多 李如一旦被绊掉之后 好像他们所有的关联都无法有特别大的效果 张继和借那个夏侯霸一定是被排除的 借许楚这边也是比较笨的武将 可以看到相比对面 南威武力直吹这边有很好的选择 流程和审配 放着这边的灵操以及雇佣都没有去选择 选择了一个流程审配 那这边两个武将的属性是比较相像的 就都是我这边可以去进行一个破坏 进行一波爆发 流程这边是直接拿着战绝去打 也就是想着神配能先发动技能 把你的手牌给下一部分 然后这边流程直接怼上去 但是很难去圆这个流程选出来 流程去战绝神司马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 流程去战绝张继 你说别人四血四排的将你也没法去直接秒杀 所以看到流程的手牌是有一瞬一无中 相对来说都是四个字的 四个字那我们这边就是能打爆发 张继是选择留了一手拆 因为他拆流程没意义 拆神配还会被守夜 所以他选择留了一手 这边是陶原结义 首先回一口 不仅能给自己回 还能给一个飞满状态的神配去回血 神配的设定也是非常有意思 他刚出场的时候 他的体力不是满的 是被扣了一点的 也是和他的强度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关系 这边选择先去杀后去 选择顺自己 选择把顺给出去 我以为他是要去顺南蛮 但是他选择通过守夜的配合 去顺神司马 这样的话再配合上烈驰的技能 能够让神司马 瞬间少掉两张手牌 也就是他这边想再发动 既能去混这个忍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了 那这边神司马只剩下了三手牌 盗墓笔记这边的武将分别是 轩辕的审配和引火的流程 那这边喝酒了 那就是有点上头 选择直接杀上神司马 就是笃定了你没有闪 打上去之后 神司马是留下了两手忍 那沈佩的手牌非常好 就是两手淘 但是目前来说你这个 南蛮入侵可以去打一手的 你气了怪可惜 选择训报 就扔了一手淘和一手忍 你去打 打完之后 神司马三个人也去没法去觉醒 那相对而言 在自己队友流程是有杀的情况下 你的放一手A是比较可以 但是他选择在第二轮去打 但是如果在第二轮要去放A的话 前提一定是要把神司马直接击杀 但是如果流程通过战绝去打了神司马之后 神司马手上一定大概率是会流杀的 张继爽是让勒布斯鼠 但是可以看到对面是有张无邪可击 所以勒布斯鼠应该大概率是不会中 但是这个过拆如果是能够拆到无邪的话就很好了 张继选择继续留这张过拆 他应该是想等会自己来装备之后 这张过拆能够去拆对面的装备 那相对来说能够保证自己的装备数量 是多于对面能够发动自己的技能 来至于最后的限定技屯军 刘晨手上这个牌其实是可以战绝 先装上一手藤甲 此刻唯有死战绝神佩 先装了神佩 先装了神佩 那这个牌就递过去了 那这个把自己给打成了一个刘备 我明明看到这个技能叫战绝 但为什么是仁德 但是这些牌给到神佩神佩 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转化为输出 你说你给我一张桃 在受伤的状态下我能够去吃 但是目前来说神司马这个状态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那他顶多再吃一张杀的伤害 尽管队友张继是没有任何无限和逃中防御牌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直接去将神司马杀死 射掉了一手-1马 人已经达到了3 看神佩上一轮是弃了桃 那这一轮应该不会再选择弃桃了吧 他还是弃了一手桃 就是这个桃难道是比较烫手吗 神司马这边就比较嫉妒了 那你这个桃都扔了两轮 我这边终于好不容易来了一手桃 过后拆桃终于用了囤了三轮的过后拆桃 好不容易用出来结果还被打了一手无限 神司马的过牌其实他来杀来闪都是可以对他有一手防御 只不过张继已经三轮白板了 虽然是有七龙刀 但你装上之后你怎么也没有对面的装备多 所以张继这个武将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先看自己的脸 自己的脸如果够硬的话 所以可以选 那如果说你像这样的张继就没必要选了 第三轮你还没有发动过一次自己的技能 同样的这边纵横也是在三轮中没有打掉审配的劣值 那劣值发动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 可以看到在盗墓笔记这边只剩下了一张牌 而对面基本上都是留的牌还比较多状态都比较好 一手戒刀应该会选择用掉 用掉之后那张继挂上金龙刀之后就可以发动金龙刀 这就直接首页了 首页成功那戒刀杀人也是收入囊中 就比较伤了呀 那这个张继还不能挂呀 他虽然是有两个装备但是都是同类别的 都是武器牌猪雀和青龙 那挂上猪雀选择杀流程 那这边就是赌命了呀 闪 那这个赌有赌的成分但是你没有赌对 杀谁都一样你杀审配还要被首页一次 所以杀流程是个比较好的 那可无奈刘成手上这个闪是留了好几轮 选择继续去战爵到了神配 然后这边刘成又摸了一张杀 那这个杀可以打出去了 你这个杀打出去和战爵打出去 效果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战爵能够给对面去过牌 而杀出去之后是不会给对面去过牌的 杀到了张继 那可以看到审配是有决斗有难蛮都有 捏制完之后对面的张继和神死马都是没有牌的状态 那这边还要把你刀先给借过来 决斗难蛮 但是缺一张杀这就比较伤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神死马已经是阵亡是一个必然了 沈沛拿到了第一次击杀 张继看张继能过去什么牌吧 张继过了一手杀 他选择 先是沈沛双杀 自己留一张杀一体力 也没有办法说能够把对面两个人同时给击杀 所以张继这边作为一个四血不动白四轮都没有发动过技能 摸牌过牌摸牌过牌 反而每次还要被劣直给下牌 那张继这个武将 虽然在上周是有一次非常好的表现 每一轮都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去抢对面一张牌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张继是没有特别好的发挥 所以作为一个白板 其实在包括接下来的比赛中 有选手想要去选张继一定要先看看自己的今天运势如何 双方第三场的比赛 那这边关键武将是给到了李如 李如出场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45% 胜率47% 李如其实也是算是一个双刃剑 他位置如果好的话 能够有队友起一个炮架子 那还是比较划算 那如果一旦 位置不太好 那这边可能就引火上升了 看这边王云鸡王妈同时又被 毫无疑问是被摁在了半位 那这边还有卤枝 而另一边是拌掉了 韵良官李峰以及董允 那这边选择上李典 李典能配合的将 这个李典能配合的将我实在想不出来啊 我觉得李典配合以前的配合李通 配合国家非常好 但是你说配合陆逊吧 他总差那么点意思 那我配合李如 那14位李如一定会出现在1号位 出现在4号位的话 手牌会破坏很多 你知道李如有一次我在比赛中也是 我队友李如是1号位开 然后4号位直接没办法被人给强行 空了牌数 然后受到来的伤害最后被秒了 所以很多时候李如在放技能的时候 一定要去考虑队友的一个因素 那这边选择是神吕布和神配 就准23号位 14号位是李如和李典 那这边一定是选择第一轮要强行开大 然后李典掉血 然后通过旺系过上4手牌 那这边两血4牌真的不算特别亏 所以我觉得李典和李如的这样一个组合 能够有一点点的奇效 但是大前提是李如这边能够保证 队友的李典能够活下第一轮 因为一旦李典变成7手牌一体力之后 他可能会随时进入冰死 那这边李如手上是已经把所有的 前程牌都用完 但是他这个空顶的南蛮入侵又出来了 可以看到李典的手上是有一张陶一张闪 但面对有暴怒的神吕布 一张闪反而是不够的 那这个南蛮入侵放出去 放出去之后 好消息是神配的劣指要被打掉了 神吕布这边是 暴怒已经5个了 那现在肯定不会有人去碰这个神吕布了 但我很好奇的是 当时神配为什么要丢3张在焚城技能的选择时 因为你不管丢多少张 这个李典必然是会受到伤害的 赛后其实可以去问一下独猎 那这边既然李典 李如这个组合已经上场了 你扔1和你扔4 李典都选择会受到伤害的 选择装备 李如装备了青钢剑 那这刀杀或者不杀 那都是在一念之间 我觉得打到现在劣指已经打掉 也就是说你战略目标赢打成的情况下 就不要再去贪心了吧 一旦守夜上了之后 就是给对面过一手牌 这刀还是打了上去 一不做二不休 看守夜是成功了 你就给对面过了一手牌 我觉得李如在目前的状态 已经是打出了高额的伤害 就是你再去杀的话 这个赌的成分有点太大了 但一旦如果你能够击杀 就是假设守夜没有成功 而且沈佩的手上是没有闪 或者九桃这样的牌的时候 如果击杀到沈夜 击杀掉沈佩 还是比较能够让人比较轻松加愉悦的事情 沈吕布虽然是暴怒有了五个 但是他要强行杀队友去攒暴怒吗 但这个沟通的不是特别顺畅吧 独恋和佳琪 沈吕布现在是有六个怒了 但是你这个大一旦开出来 队友也会没有的 而现在沈佩马上就要进入一个行动轮次 你这个大势肯定是不可能开出来的 包括上周也是 纵横的沈吕布先击杀掉自己的队友法证 攒到怒气五个 然后通过活攻自己 现在沈佩虽然是 把所有的牌都能够打出去 Oh my god 一点的乐天过我了 一点乐天过之后 那就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了呦 那今天好像两张勒布斯鼠都没有说能够命中 都是直接过掉 那吴忠笙是看到了一桃一杀 吴忠笙又开出了一杀翼 铁锁连环 两张桃能够保证自己的血量能够回起来 但是他现在一定是要去想打高额的伤害 连上了队友李如和对面的沈佩 那目前来说沈佩已经是没有任何回天的余地 那这边不管是装上珠雪雨扇 选择用普通沙变火沙 还是说直接雷沙 李如都不会闪的 那往昔过的牌也过到了一张贴索连环 也就是说这边暴露鱼机的牌里 相对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你如每回合都能摸到锦囊牌 还是黑色的锦囊牌 那就有点恐怖了 但是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叫做 你们要在虎牢关去把这个鲁布给打下来 面对六个暴怒的鲁布 鲁布也就是说你们都得收点伤害 并且都得弃制所有的装备 其实四张牌 就是你们基本上所有牌都得弃制掉 这边有一手冰有一手黑锦囊 然后有一手顺 先选择用冰凉寸段 去让他扔两牌扔掉白银狮子 并且恢复了一点体力 还剩下一杀一闪 这个顺就是一定要在先让对面去选择扔牌之后 有省吕布扔掉的牌一定是他认为不好的牌 而后你再去用顺手牵羊 你就能摸到相对质量比较高的牌 这边冰凉寸段中了之后只剩下一张杀 这个大可以放 放了之后得死一个人 不对 好像只有一点伤害能够补上去 那这边你这个大放了之后一个人也杀不死的 所以这个大放负面效果是自己翻面 翻不着 就是说这一张冰凉寸段 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挽救了盗墓笔记的一个局势 一旦纵横的神吕布能够摸到一张链子一张9 那可能问题就不好了 但现在可以看到李如虽然断杀 但是他还有一个技能叫做决策 直接决策 一点伤害打上去补上最后一点伤害 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神吕布也是无奈 带着六个暴怒直接阵亡了 那第二局是盗墓笔记 在兵不血刃就最后结束之后 李如和李点的体力值都是满的 所以现在比分是占成了1比1平 我们可以知道在神吕布一旦你要去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保证自己翻面之后 就是神分之后你负面效果来到之后 你是能够去扛得住的 就是你一旦翻面你还剩一点血 那对面还有两个轮次 你这边肯定就是玩玩了 所以神吕布在选择翻面一定是破斧沉舟 就是我啥也不管啥也不顾 我一定要把这个胜利给拿到手的时候 才能去选择发动神分 双方今天第四局的比赛 可以看到这个降池无限相对来说 是在没有什么好的降的时候 也会被人去选择 它相对来说是比普通的降要好 那么一丢丢毕竟它是有一个代验 这个技能存在的 刘烟和无限都被按在了班位 另一边是绊掉了秦密和李峰 刘烟这个降昨天我们也说到了 刘烟的胜率其实并不高 刘烟强就强在它的一个威慑力 就好像我说我这边有杖八 但是你能够摸到杖八的概率和你这边没有杖八并且不断红 不能有红牌卡手 不能有红到卡手和非基本牌来卡手的情况是 概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很多时候刘烟被绊 只能说明对面的将能够上班位的太少了 14号位 这边可以锁的将 朱灵 灵操 借下猴渊 好像都没有入他们的法眼 这边选择了 SP曹仁以及邓爱 SP曹仁和邓爱 都很强吧 我只能说这两个将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 二 三号位分别是李典和神司马懿 神司马懿做三号位 李典做二号位 那李典一上来就把自己队有一顿暴揍 能够攒到四个人是最好的 能够攒到四个人是最好的 他头道也无所谓 违魁是直接打到了神司马 神司马看到他是有一闪 那这边一张虚拟杀打出去 选择直接受伤 基本情况下 SP曹仁在违魁的第一下 基本都不会去闪的 第二刀下来 有灌石斧的情况下 那你闪不闪呢 OK 那第二刀闪了 这样闪的话 选择去砸不特别好 那你砸的前提是你要扔掉两张牌 而且你手上全是比较好的防御牌 你全扔掉的话 这边往前就是把自己的空档打到了 给到了李典 让李典来打自己了 李典一边是有狗定刀 有勒不思蜀 然后徐徐徐又看到一张顺手牵羊 然后徐徐徐又看到一张顺手牵羊 散忍的标记 因为目前来说 曹仁每回合都是能通过栗战给自己过一手牌 那这边过牌量 就慢慢的就每一轮都会多你一张 那这样的话 所以要率先击杀掉曹仁 才能给自己一个相对良好的觉醒环境 独炼这边又被贴了一手勒 今天的第三章会进入判定的勒 看一下第三章 前两张牌上都是红桃都过了 沈司马扔了两张杀 第三张勒是中了 判了一张梅花舞的杀 沈司马目前是有三个忍三手牌 但是看到邓爱手上是有一大把输出牌 这个牌是可以秒的人 对呀 虽然这张顺 但忘记他被勒了 这个就有点伤了 扔的时候肯定不舍 曹仁又看了一手沈司马 沈司马这回没留闪了 那你也没有够不着我了吧 你这个距离也打不上 但是目前来说 刚刚的这一手勒 确实让独炼非常非常的伤 扔了一瞬三杀一九 加齐的曹仁是连吃两张桃 然后状态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但是盗墓笔记的轩辕使用的神司马 是在上一轮只有一个人 这一轮是有三个人 也就是说离点轻轻的碰一下神司马 神司马就觉醒了 那我就不是此前的我了 稳利点是寻寻看到了一手桃和一张杀 寻寻技能的存在 让离点断杀好像难度比较大 但一般情况下 在你最缺杀的时候 断杀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神司马直接觉醒了 那一手无中生有 那被怼上五蟹 这个五蟹是曹仁打的 那但离点一手反五蟹 又一手五蟹 就是这个反正就不让你过牌 你这边牌量大了之后 再通过一手激略的制衡 就比较难受了 目前来说在场上的局势 盗墓笔记神司马如果没有觉醒 就比较难办 一旦觉醒了之后 这个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先击杀掉曹仁 再去看着邓爱 你反正邓爱你三个田的时候 也是你阵亡的日子了 没有距离 选择去顺自己的队友拿距离 他这也扔了一枚忍 这个顺也扔忍 发动极致 灌石斧酒 杀 曹仁肯尿闪的 那我这边能耗你牌试一牌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在酒杀之前 他一定是想好 这个我要砸你 但砸之前是否可以先用一个人去发动制衡 把这个牌换一换 就是你换了之后 我至少能知道哪些牌是没用 我可以扔 哪些牌是可以用的 将伤害转化为最大值 所以目前来说 神思马 最后还留了一个人 就是想着下回合 能够去有一个玩杀 或者是其他的技能 目前来说 邓爱打了两轮了 还是没有田 就比较惨了 那种了一辈子地 种到现在也没一个收获 曹仁这边吃了一手酒杀之后 状态比较堪忧 现在发动违困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选择莎莎离点过日子 还有一张勒布斯鼠 勒布斯鼠 贴离点 然后神思马留了一个人 最后给自己留条后路 还有一张红桃K的闪 是可以去改判定的 但这个栗战给出来的牌 对于邓爱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现在邓爱要接受的一个事实是 我队友已经没了 我现在是要一打二 并且我是要打一个觉醒后的神思马 那所以邓爱目前来讲 是比较困难的 他但凡现在有两个田 能够给纵横这边起到一个 相对来说有威慑的效果 那我两田的时候 你是不敢轻易的动我的 那我一旦觉醒了 我比神思马还要凶 力点一手火弓打上曹仁 那这个方片是比较多的 所以没有断花色 力点一杀 击杀掉了曹仁 而邓爱这边又过了一手牌 是一张钗 那是 我是觉得 力点扔了一张杀 然后他没有考虑要去杀这个邓爱 或者是自己队友神思马 也可能考虑自己队友的状态 不是特别好了 但是我觉得面对一个即将摸牌之后 就是七牌的邓爱 一定要把它给翻过来 他们可能不知道邓爱手上的牌有多凶 杀 那就不是你力点先走还是谁先走 那我直接会怼上这个神思马翼 然后给力点进入一个单挑的环节 邓爱选择直接灌石斧气质两张牌 然后力点掏出去手掏 然后最后没想到吧 我还有一手决斗 大家看他现在神思马翼可以选择去 没有选择发动技能 轩悦一定是认为邓爱已经没有任何能补伤害的牌了 所以没有去选择翻任何人 他翻如果翻力点的话 力点过两手牌也没有 就我们就结果而论的话 即使翻了力点力点也过不到逃 所以离点现在进入一个1v1的环节 打邓爱不是特别的轻松 尽管邓爱目前是没有填 但是他这个冠石斧就比较让人慎得慌 牌的顶是砍一杀一闪 吴忠生有都不要了 因为无蟹读条是知道 邓爱手上是还剩一张无蟹 那我这个锦囊牌全部可以通通扔一边 这个无蟹你拿着拿着 反正我也不开锦囊 你这边打不到我 然后邓爱这边是来了一个闪 是可以给自己续续命 就是我们单纯讲过牌的话 力点过的牌同样是两张 但质量我们可以认为是2.5张 而邓爱这边如果是没有屯田 没有觉醒没有早险的话 那他这边每回的过牌是稳稳的两张 所以就长期而言 力点这边是更具有优势 力点是来了一手弩 那既然来弩了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那你有田我也给你怼着上了 那你即使一张闪能够囤一个田 我还有第二张杀能够补出伤害 所以选择直接挂上 诸葛雷弩 怼上第二张伤害 那邓爱还有一个技能叫做忘戏 忘戏一下 但邓爱红桃比较运气好 来了一个桃 那邓爱目前是两个田 然后还剩下一张无懈可击 这个来一手顺 你如果这个顺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你对面明显摆明手上是有 就是摆明有无限你就顺伸不出去 然后你对面邓爱还来了一手酒 然后两体力的离点是直接被酒杀带走 也是邓爱在绝境之中 最后两个田的时候 虽然是有一定威慑力 但是最后还是无奈 排运太好了 我要什么来什么 我要我快死了 我就忘戏来了一手桃 我想打击杀 我就忘戏来了一手 过牌来了一手酒 然后手上还有一张桃一张无懈 所以说邓爱赢的比较显 但是也是在离点没有特别好的防御 是使劲了浑身解数 把所有的牌已经打光了 也就是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后门都给敞开了 那这边让你来打我了 四轮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还有接下来稍事休息 十分钟之后我们进入今天比赛的下半场 给我们讨厌 我们还要看到这边 我们在不上的下半场 看到事情 我们全部讨厌 感谢雅 我们来到最后 就 relax了 我们 interior 那你们还要那些 我们坑 которое 你们都请不吝点 然后我们来看 那我们不站在哪 当那已經不够了 那我们想跑 那我们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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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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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现场直播的2019SL俱乐部联赛的秋季赛第六轮的比赛 在上半场我们最后一场比赛中纵横的加起使用的灯爱在队友SP曹人阵亡的情况下是通过好的排运和自己敏锐的嗅觉在先击杀掉了对面的神思马之后又在离点频频忘戏的情况下将离点也是直接击杀 在上半场比赛中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局邓爱不会说有特别大翻盘的希望但是他也通过自己掌握机会的能力将最后的比分是顽强的搬成了2比2 而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双方也是有一个换人纵横这边是上了小科 在BP上他们是先将法证和鲁汁给摁在了班位上 其实我们很常见的在排位中遇到的像SP赵云这样的武将在我们俱乐部联赛中很少是有登场的机会 而另一边的BP是将徐氏和寻优给按在了班位 徐氏这个武将在上半场的一次登场也是展现了自己和队友间的配合 包括控顶控兵控乐控闪电的能力 在绊掉了法证和鲁汁之后这边的选择不会说特别多 法证半调是主要不让对面上灵通法证这样一个能够主动去下装备 发动旋风去下牌的操作 而这边刘晨也没有进入他们的考虑范围 另一边借章辽和灵操也是同样属性相像 去打一个运营 让借章辽能够去对手牌 对方的手牌有一个比较好的限制 而灵操这边去打一个输出 相比而言这个礼锋上场我觉得会有更好的效果 毕竟你要想过牌 我这边即使一个四摸牌的白板也比较强势了 可以看到双方的阵容已经选择完毕 一号位是王允选择直接上来给灵桶去过装备 然后打一个压制 而对面的二三号位分别是结账了和灵操 但是王允的手牌虽然可以看到非常的好 但是他没法去把任何一个人打到冰死或者是击杀 即使是通过连击给到了灵桶张丝雄双骨剑 但是这个火攻不太好了 就是美中不足就是这个锦囊是一手火攻 但是你说这个南蛮如果不A的话 给到张辽偷走了 那也比较的不划算 王允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改到灵桶过一手装备 再灵桶通过自己的摸牌来发动旋风 但是如果没有大的包养 就单纯的通过灵际给我一张武器牌 我这边想再摸一张武器牌 其实是比较难的 包括这边可以看到灵操和灵桶 这是一个历史上也是有关系的两个人物 接着聊一张顺一张 蓝蛮入侵是顺了过来 但是好消息是王允手上还有一张雷沙 这个蓝蛮入侵至少我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目前来说不管是纵横方面选择的灵操张辽 还是说在盗墓笔记这边选择的王允和灵桶 都是希望能够轮次越来越时间久一点 至少我王允两次连技还是有机会去触发这个旋风的 但是怕就怕在王允还没能说让灵桶有一个好的爆发和输出的大前提之下 就已经死在了灵操的铁记之下 灵操是过了一张勒 而这个勒是贴灵桶 灵桶是比较伤 因为灵桶也没有闪 而且手上是有一张五谷 能够在四号位直接顶上去打开的话 队友是可以优先选择选择两张 但这个勒勒中了 今天的勒布斯鼠在经历了两次添过之后 又两次并没能添过 灵桶是扔掉了两张牌并且发动旋风 旋风同时都是拆的灵操 那也就是说这边 王允是想再联技一次 目标一定是要去先把灵操打掉 因为纵横也非常的清楚 这个来了一把七宝刀 当务笔记这边贾巴尔和黎格夏一定是想着 我如果要选张辽和灵操 有一个人去进单挑的环节 那我一定是不会把灵操给留下来的 毕竟把灵操留下来之后 很难去打得过 所以选择去先击杀掉灵操 而旋风二是能够把张辽的手牌也下光了 这个七宝刀装上之后再去杀灵操又掉了一点血 灵操目前就是在 盗幕笔记这边能够打出旋风的情况下 还是非常舒服的 那灵操现在状态非常的堪忧 也是进入了一个红线 尽管毒镜是能够多拨一张牌 但是能够展现出的效果 这个牌能转化为伤害 是一张火弓并且贴了一张杀 这个杀本身是可以命中的 所以灵操目前来说 已经在这张闪被顺过来之后 一记杀是可以直接带走 那是盗幕笔这边也是提前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本来是想要让自己的一名队员去把张辽起单招 但现在进入一个2打2的状态 并且张辽这种偏运营性质的武将是很难去有一个 说在通过一两轮四五张牌的情况下 能够把对面去进行一个翻盘或者一个大的击杀 又是一张火弓 这个连技出火弓的概率还是今天比较大 但是王允现在手上是一定不能去留杀的 就你张辽反正我偷可以允许你偷 但是一定不让你偷到比较关键的牌 你古丁刀也不让你偷 我直接装上过了 那张辽如果说要去赌一手的话 就一定不要去发动突袭了 这个时候一定不会把陶酒决斗 这种好的牌给你留着的 所以目前来说 灵筒本身也是没有陶 也没有给张辽留什么好牌 张辽选择不突袭 而且把这个陶给吃掉 就是怕等会被吓掉 但是这个古丁刀你是得忌惮一下的 这个古丁刀摆在这 你留三牌和留两牌 灵筒是通过重铸换到了一张陶 他也吃掉了 他应该是怕被突袭走 其实我觉得他赌一手 扔两牌发动旋风 然后把张辽两张牌下掉 他通过连击也能继续去发动旋风 而且是打出一张决斗 然后古丁刀再来一手 所以说张辽刚刚那个陶不吃 留一手 还能保证自己的被少打一点伤害 现在你只剩下一体力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金弓 金弓这边是奶奶就是决斗 最后一点伤害补上 张辽也是阵亡了 所以说张辽这个陶刚刚不吃 然后能够抵上最后古丁刀的一点伤害 然后最后还能扛一手决斗 他是能够把自己的血线撑回最后一点的 如果你面对这样的武将 你吃桃和不吃桃这样的选择 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慎重的考虑 毕竟对面一个古丁刀 明晃晃的就晾在那 王允你说断杀吧 他也概率有 但是一定要去防 这种极其甚微极其小的可能 也要去防一下 上一把盗墓笔记是获得了胜利 比分是来到了3比2 上方第8场的比赛BP的画面 看到沈沛和借关羽是被摁在了班位上 而其他的武将像陆迅 魏延 王允 相比这种借关羽和沈沛这种更加超一流的武将来说的话 他们确实是可以被放 可以让你去选 这边是知道你能选什么将 我去根据你的选将选择方案去进行一个counter 可以看到董允 上董允那就又是打运营了 董允神吕布打运营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毕竟你14号位 我这边董允能够去给你过一手牌 运气好还能在这给你再多补一手 这边的选择相对来说王允配一个x 这个x选戒魏延 王允在发动技能连击的时候 戒魏延造成伤害还能再通过技能补一手牌 这边是选择了王允和戒魏延的组合 23号位 14号位是董允和神吕布 董允神吕布在第一轮的时候 董允就能给吕布去补到至少两手牌了 所以这个牌差就可以在第一轮得到一个体现 董允直接去杀王允 这个时候没有距离也没有办法去考虑更多 这一手南蛮入侵是直接在董允的手上直接打掉 锦囊牌肯定是不会给到神吕布的 毕竟开一个你还得自费一个暴怒 或者自己去失去点体力 给大家介绍一下纵横这边使用的是董允和神吕布 14号位 盗墓比这边是贾巴尔使用的戒魏延 黎各校使用的王允 这个南蛮入侵是打掉了神吕布一点血 所以现在秉证应该是给自己过两手牌 也是可以的 就没有任何大的毛病 王允这边是有一招万剑齐发 他一定是非常小万剑齐发能够给到 卫延一下毕竟这边保证能至少开出来 能够把自己打掉还能摸一手牌 这万剑齐发应该是不会选择去A了 A出去的收益并不大 一个是能够被董允给射业剪掉一个 第二个是神吕布又能攒一个暴怒 卫延现在比较纠结的是他有两张沙 他这两个桃来的不是特别是时候 选择先去在没有开齐谋的情况下 杀一定是要寒冰剑了 寒冰剑拆掉两张牌 现在齐谋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你这张沙打出去之后 你狂鼓来的牌如果是不能打出伤害的 就比较伤了 所以他选择了留一手 可以看到神吕布这边是有两张锦囊牌 但就是没有杀 选择了顺董允的判定区的冰凉村段 这个时候射业改日一个人 改日掉谁给了王允 也就是说在盗墓笔剑这一边 王允是成为了一个激活点 而在纵横这一边 董允是成为了激活点 是先无蟹掉了董允 又无蟹掉了自己 也说这张顺手切羊耗掉两张无蟹 效果没打出来 这张冰如果能中的话 对于盗墓笔剑来说是非常大的优势了 那王允最后只剩下一个单技能 单技能能下牌收益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他给自己评证是补了一张 但来的牌是个解一码 也没有任何防御作用 继续连技 连技是一张诸葛连弩 那这就很舒服了 有连弩 然后自己期谋又不缺距离 但凡你能过出一手牌 我这就很舒服 这个今天连技出的锦囊牌 大部分好像都是火攻 然后王允又补了一点伤害 打上冬允 冬允现在只有一体力了 那如果魏妍等会能够来的牌 有一张伤害牌 他一定会选择去期谋 但凡他没有 他也会选择期谋 如果心大一点的话 来了一张九一张杀 就是说 且不要因为暂时的得失而胆怯 然后来一个距离 去打九杀打冬允 这个九杀 我们的视角看的话 伤害已经是溢出的 但是对于魏妍来说 他并没有溢出 他可以去狂滚 但有两次 吴王允创世的机会 那现在神旅部进入一个一打二的环节 就比较伤了 就是说他现在暴怒 只有两个迟迟不能起来 虽然手上是有联主的 他选择了火攻自己 这一幕我好像见过 火攻自己完了之后就变成了 这个 好像瞬间场上局势就发生了变化 这一幕我在哪见过 火攻自己发神分 然后又九杀 只不过上一轮是 一个链子能够带走两个 但这一轮是少个链子 但目前来说 清新的神旅部 目前是只剩下一体力 并且是翻面 虽然他是有四个暴怒 但是魏妍的状态 是可以更加强势一些 是有勒有拆 所以拆掉了这一张加一马 距离先给打掉 刚刚这一轮操作 其实神旅部能够去翻面 一定是要有一定的 比较长远的收益 你至少说你要击杀一个 或者两个的情况下 你才会去开 所以刚刚这个开 能够击杀掉王允 是给自己缓了一缓 但这个时候一张勒 问题不大 勒不勒都一样的 勒了之后 神旅部更开心一点 我这边还能多囤一点点牌 来到了冠石斧 冠石斧雷杀 这不仅冠石斧来得好 冠石斧之后补上的一张杀 还是一张带属性的 神旅部目前是没有桃没有酒 只剩一张闪 是无法去抵抗最后这点伤害 所以最后纵红 虽然是能够在神旅部 发动神分的情况下 击杀的王允 但是还是没能将 比赛最后给拿下 最后是盗墓笔记的魏妍 通过一张冠石斧 一张属性杀 是将神旅部击杀 所以比分是相对说非常胶着 在今天上半场的比赛 是战成了2比2平 下半场的比赛 双方一定是卯足了劲 想要先拿到三胜 然后将这一轮的大比分拿下 我们上一把的比赛 王允这边配合魏妍 是能够有两次不错的爆发能狂鼓 然后攒一手牌 双方都是能拿到AK这样关键的K牌 双方第七场的比赛 那进入今天第七场看到戒貂铲 戒貂铲是为什么能够被首先搬掉 戒貂铲 他们看到的这个匠面 就是说戒貂铲都能上半位的话 那说明就没有什么比较超一流的匠了 戒貂铲和王姬这样的武将都能够上半位 那说明对面的匠面就不是特别好选择 王元基和魏妍被搬了 王元基魏妍被搬理所应当的吧 王元基至今好像还保持着他百分之百的搬率 就是一场都没见过 当然我本身在比赛中能够见到王元基的场次非常的少 像我们在线下比赛当中 刚刚出的时候有看到一次王元基被使用 所以可能对面还没有见识到王元基的厉害之处 二三号位龙队这边是亮了一手郭佳和流风 郭佳流风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之后 这种流风郭佳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特别有效的配合 那郭佳肯定不会优先被集火 那流风一定会瞬间被两人给怼上去 而第四号位是选择了神佩和介助容 那神佩一上来就劣直 劣直下的牌还比较关键 但是二号位的郭佳应该是比较抗揍的我觉得 至少神佩不会轻易的去动他 而神佩现在也是没有距离 郭佳现在手比较短摸不上这个流风 所以他选择扔了沙 沙闪和万剑 借国家这边来的牌有点有意思 一张红桃6的乐 一张梅花6的乐 也就是说这贴上去之后 这个剧本好像在哪见过 上半场的时候也是两张乐打上来 这边直接选择沙 沙首页是失败了 但是问题不大 是有闪的 他是火宫 火宫中了那劣直被打掉了 我刚以为他是选择郭佳选择沙 火宫 火宫明知你有闪的情况下 那这个闪一定也会 这个沙一定会打的吧 至少我打掉之后 我是可以直接选择 破敌军阵 他没有 好刚刚画面卡住了 刚刚这边郭佳是 没有杀 最后刘峰选择发动限四 然后借助我们的这个勒布斯鼠 是中了 他反而还得多弃一张牌 就不是特别友好了 目前来讲的话 这一张乐 是能够去让 纵横缓一缓 但是如果在第二轮或者第三轮 没有能够打到劣直的话 也是比较伤的 那郭佳旭的这一张乐 现在就继续贴到了祝容的头上 那祝容打死也想不到 这个郭佳是在上一轮攒的这张乐 因为沈沛是有人王盾 并且有守夜 所以劣直暂时没被打掉 那刘峰现在已经有四个逆了 而刘峰现在是又有加一马 又有八卦阵 并且对方也是很难出来 所以目前刘峰 没有选择去打输出 而是继续叙了一手爆 他刚刚是四色七拳 但是没有选择火弓 可能觉得这个火弓 会被守夜掉吧 没有选择去打 但是理论上他即使去赌 也要赌一手的 毕竟现在击杀掉沈沛的收益 是比较高的 那纵横的轻心打的相对是比较保守的 那双方都好像进入一个摸牌齐牌摸牌齐牌的一个阶段了 郭佳是 刚刚沈沛是有人王盾 所以没选择去打 而刘峰是没有距离 那这个时候考虑去打借助容 不去打沈沛 难道是太忌惮于沈沛的守夜技能 像火弓杀这样的牌 不去打到沈沛头上去 破敌军阵 继续限刺 限刺完了之后 也就是说目前 他们的视野看到的盗墓笔记只剩下两张牌 这个时候 借刀杀人是完全把距离给拿过来 对 距离拿过来之后 这一张沙轻轻的打到沈沛 然后在守夜成功 那就进入一个二打一的环节 不能说因为有守夜的存在 就不去打沈沛 他玩的比较高端 这边是先火攻国家 烧一手 然后郭家过的牌好像 也不是特别的满意 过的一闪一闪 没有特别大实质的意义 打还是要打的 你守夜 百分之五十五十嘛 OK守夜失败 守夜失败 那沈沛毕竟核心技能 观赏记忆守夜 你守夜失败 那就没了吧 现在祝荣第三轮 好不容易可以出来 但是头顶又被贴了一张冰凉寸段 三轮两乐一兵 那活得比较惨 现在借祝荣 虽然说强度有 但是 你两轮不让我出牌 一轮不让我摸牌 就有点过分了吧 目前的形势来看 纵横尽管是2比4落后 但是他们还是有 能够把匹分追平的机会 就是现在场上的形势来看 刘峰这边是要先扛祝荣的一波伤害 那但是祝荣被冰了嘛 所以没有过牌 没有过牌 打出的伤害也是微乎其微 国家现在手上有闪电 看胸肌有没有一点上头 一定不会挂的 这个时候2打1的局面 你批了谁都不太好 那现在我们稳扎稳打 慢慢的用刘峰来把你侵蚀殆尽 一张沙打上来 那就没有牌了呀 但是刘峰手上是有张冠石斧的 你稳归稳 但是你能打伤害的时候 不打伤害就有点过分了吧 你说假设祝荣是有张嘉义马卡着 你去拿麒麟弓打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你手上有冠石斧你不装 那这就有点不太像话了 现在祝荣又装备了一个藤甲 就更不好打了 但问题不大 还有限似 所以你装什么装备我都可以视为无物 这个过后拆桥 国家的过后拆桥 选择去拆的话 就没法限似了 那限似这一轮就没有了 所以这边借刀杀人 一点伤害 然后再来一点伤害 两点伤害 就是祝荣这一轮之后 就比较伤 而且对面开始玩起来 对面 国家主动去消耗流风的逆 就为了让你祝荣不能白嫖我 来的牌都还中规中矩 那这边一张纱 那铁锁连环也是留了 铁锁连环留在手上 可以没有问题 毕竟等会如果你再来个藤甲 那我就可以连上自己队友了 那祝荣现在就希望能来无中生友 然后多过点牌 然后去怼上流风 发动猎人 猎人没赢 都来吧 这个链子竟然是K点的 那就同样打不住伤害 就是现在祝荣比较惨的就是 他本身不是一个能够EV2的将 但是把他割到了一个EV2的环境 那他只能慢慢的去等死 而现在盗墓笔记又非常的想去赢下这一把 因为他们赢了之后就 比分来到了5比2 他们就可以很稳稳荡荡的拿下这一轮 就算是一个人的比赛的胜利 在现在祝荣基本上已经是用力回天 只能期待在下一场 也就是今天比赛第8局的比赛当中最后一场 能够继续拿下胜利 双方其实现在心态都有一点削微的变化 刀墓笔这边现在比分是4比3 所以他们在最后一场一定是想赢 那就是3分 就不是不满足于现在已经获得的1分 而纵横这边因为自己的排名是排名倒数 所以他们希望能拿1分是1分 在3分拿不到的情况下 能拿1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选择了 所以双方的第8场比赛即将开始 那上一场的比赛 祝荣也是比较尴尬 第8场他希望不会受到刚刚心态的影响 第8场比赛同样是清醒小哥对上黎哥孝和贾巴尔 可以看到今天出的匠面都不是特别的荤 所以像无限啊 那刘峰 SP潮仁都能上班位 相比而言 可以看到龙队的进将 龙队进掉了诸葛克和寻优 寻优诸葛克那你放流烟 这边是禁掉了借诸葛亮和SP潮仁 好样的能把借诸葛亮禁掉就是好样的 就是借诸葛亮一旦出场之后 这个比赛时长就不会短 刘峰和沈佩那这个双拆就是加强版的拆迁队啊 这个以前我们只是忌惮于说刘峰和张辽 这两个拆迁能力比较厉害 那现在换了一个新队友沈佩 沈佩刘峰的拆迁能力 在劣质不必打到的情况下是更强的 那这边 神吕布 刘烟被放出来的情况下 没有去优先锁定吗 14号位 我觉得1号位上刘烟是可以的 你毕竟赌命嘛 你赢 有待商榷 就如果说这是14号位是纵横的话 上刘烟没问题 但是如果是当笔记的话 他们就可能要慎重的去考虑一下了 1号位果然赌了一手命 上了一手刘烟 请导播将视角切到刘烟的手牌 无中生有 这个刘烟好像在我们眼间不切换过去 也看得到是两张桃 也就是说刘烟怎么地 也是打不出来自己能够立木加连牌的可能性了 那这两张桃卡的比较难受 刘烟他强 他强在哪 他就是任何时候可能一张方片牌 一体力的情况下 我都能给你把这个局给翻了 那我五手牌三体力的情况下 我反而比较忌惮 所以他这边尽可能要不去把防御牌给扔掉 他扔了一桃一红桃的沙流了闪淘无限 那你毕竟两轮限死完之后 你流啥都跟没流一样的 这边数据可以看到甲巴尔是使用的神配 而纵横这边是拿到了小柯的牛流烟 以及清新的神吕布 那一号位的流烟没打出任何效果 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毕竟能拿到杖八的流烟都是少数 所以看在第二轮情况下 当自己那些干扰爆发的手牌被烈指和限死都给清掉之后 他能不能去有一个好的输出 这手拿南蛮入侵 拿南蛮入侵 沈佩会不会被把烈指给打掉 手要是有杀的 所以这个南蛮入侵 他拿掉 就是能够给对面拿着 也就是说 如果刘烟是拿到了南蛮入侵 他的爆发以下吐射就是三张牌 盗墓笔这边也很聪明 他们第一轮是没有选择去打任何人 尽管我手上是一个官司府 但是我没有选择去打你 打你神吕布你咋暴怒 打你刘烟 你这边利目也能回起来 所以第一轮他这边也选择留一留 手上打得比较和和气气 到沈佩一个人偷偷摸摸的把这个桃给吃掉了 就是场上的体力值都是满的 刘烟摔要沈佩率先去打这个神吕布了 确实三个暴怒的神吕布也不会被人所忌惮 哦杖八出来了杖八出来 但是他出现在了他不该出现的位置 杖八是被神吕布摸到了 神吕布选择杀 那这边刘烟本来是可以吃陶加方片二的闪去利目 但是呃又来两张闪 又来了两张闪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第二轮没有打掉烈指 并且没有让刘烟起飞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刘烟你耗得起 但神吕布耗不起啊 神吕布如果每回合都去通过杀 自己的队友刘烟去掌暴怒 那这个行为就比较蠢 先拆了手刘烟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得知 神吕布要通过杀去打刘烟了 那我就顺水推舟嘛 你要打我也跟你一块打 但是他这个冠石斧应该是不选择去砸了 神吕布的劣直又下掉了一张杀 就耗不起嘛 你这个杀线队两轮之后你发现 呃 纵横这边已经没牌了 已经没牌了 这个时候可能刘烟属性相像有点像 陆神将嘛 所以他没有牌的情况下也不会特别畏惧 一张牌都能让我起飞的 那最后这边寒冰剑还给下了别人一个腾甲 过分了 这个时候神吕布 罗莫两张是一乐一拆 那这个拆应该是不会打吧 还得伤自己 不打吧还得被限司劣直给拿走 这个刘烟的过牌有点有意思啊 就不是闪就是逃 就是刘烟最怕的就是闪和逃 他偏偏来的就是闪和逃 所以这个小柯的刘烟在前两轮都没有过到特别让自己舒服的牌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就是我这边毕竟刘烟是要在绝境的时候出来用的 而且刘烟逆攒的足够多了之后 刘烟其实是并不畏惧的 就是我这边你越多越好 多多一扇 我 这个刘烟续暴的南蛮入侵打了之后 在这个时候沈佩只要不断杀 这个刘烟就没了 刘烟值在把你的桃给你吓了 还有五谷没事问题不大 这个五谷 五谷开的牌也有点有意思 但是一个无限 所以能否把刘烟给无限掉 刘烟还是一个死人 就刘烟在自己三轮摸到陶和闪无限之后 但是你发现这个在回合外就会不会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本来神里布是想给刘烟留一口酒的 但是没有了 刘烟 所以说这个武将他上限高 他的代价就是下限 非常低出 我们常说的高收益 高风险 但这个时候沈佩最后一张拆也要拆掉你这个神里布了 慢慢打现在 神里布但凡能够 攒够六个暴怒去打 他也不太好 因为沈佩这还有一个白银狮子摆在这 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就是说纵横本来这场如果赢下来的话 他们能将比分扳平为4比4 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神里布又要上演 今天逆转翻盘吗 这个无钱用的非常漂亮 他本身是没有杀 但是通过气质两个暴怒标记 然后获得了无双对刘烟 然后喝酒选择用逆去杀 但是你现在流风想清楚了没 要九杀加决斗 打完之后 神里布就只剩下一体力 那这个时候沈佩又要面临一个事 我不断杀就能获得击杀 神里布现在尽管有7个怒 但是断杀了 断杀之后选择用逆杀 那上天给了你一次机会 神里布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神里布来了一逃一杀 杀是有的 那现在发动神分 一点伤害一点伤害然后气质 也就是说现在 神里布能够撑过7杀 留风后的这一轮 但是你毕竟被翻面了 你能扛过两轮吗 那沈佩今天面临了好几次同样的问题 不断杀就能杀 那我这一轮我再不断杀 我就能把这个神里布给击杀掉 OK 这边是来两张杀 稳稳的打出去 神里布阵亡 最后盗墓比记是赢得了第八局比赛的胜利 比分也是被锁定在了5比3 这一轮比赛有很多起伏 同时在经历了上半场的打平 下半场这边是战成了一个3比1 所以在盗墓比记这一轮是稳稳的拿下了胜利 同样纵横在这一轮没能取胜 他们在联赛仅剩下一轮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排名倒数第一 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 因为在排名倒数第二的西竹路 今天还有一场比赛要打 一旦西竹路赢了 可能他们会就提前被淘汰掉 那尽管如此 我觉得心态也不要受任何的影响 因为只要有一丝的机会 纵横还是可以有能力去把握住最后一点点的机会 他们也只能寄希望于上天 今天在对阵的时候 西竹路的对手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准 并且能够在这场阻击战 好像我们看到之前的赛程是 西竹路这一轮对阵的是老司机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 因为上一轮是对阵的无双 他没有能把无双给阻击掉了 那这一轮对阵老司机 如果说他同样能把老司机给阻击下来的话 那首先确保他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同时也能帮助联赛排名第二第三的游领和无双 能够去把老司机拖一轮 让他在提前获得冠军的脚步推迟 并且能够将最后的悬链留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 而我们今天的八场比赛全部结束之后 我们在斗鱼TV直播间也会抽出一名观众 是获得太史词江东战神的史诗级的皮肤 所以说在斗鱼TV观看直播的小伙伴是有福利了 你可以根据直播间的提示和互动去发送应该发送的弹幕 去可能就激活我们抽奖的密钥 然后你就有机会获得江东战神这一款非常好看的史诗级皮肤 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非常有意思的这款皮肤是只能通过我们抽取去获得 在商城是无法去购买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MVP 上半场发挥的比较亮眼的选手 给到了盗墓比记的贾巴尔 是五次击杀一次阵亡 他此前是获得过两次MVP了 胜率75% 那就是说下半场出场 打成了一个3比1 他就是刚刚我们审配的使用者 面临着不断杀就能赢 那尽管是之前拉垮了一次断了一次杀 但是在第二轮的是第二次直接来两张杀 那直接是稳稳的将吕布斩下 将胜利收获囊中 我们即将在接下来晚上的7点 是有今天第二场精彩的对决 我们今天的上半场的比赛就已经是全部结束 8轮比赛希望大家能够看得过瘾 而在接下来7点不见不散 我们在7点同样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直播